台东县长黄建廷昨天在限速成果记者会中公开表示是否启用焚化厂交由下任县长决定 但认为台东应建构一套长远有效又环保的垃圾处理机制并且能够自己处理垃圾的能力 环保局长卸侵权特别前往德国及西班牙取经机械生物处理系统NBT 希望作为台东解决垃圾问题的方向 目前人在德国考察的环保局局长谢清泉前天参访德国埃尔福特AFS.MBT厂 该厂是负责处理北莱因州RainAFS.Crius的家户垃圾 收集城市生活垃圾大型废弃物商业废弃物与工业废弃物四类 每年处理约16万公顿产生的固体回收氧料SRF 金认证成为商品还可以依客户需求而客制化燃料提供给邻近的燃煤电厂RWE电厂 使用创造再生利用的循环经济 谢清泉表示 欧洲的机械生物处理系统NBT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极有可能应用在台东处理垃圾 目前贝尔不用的焚化厂或许在适当的条件下升级可作为台东线在地处理垃圾的新方向 谢清泉说 由于德国生活垃圾的成分与台湾的差异性 主要是台湾生活垃圾含血帅及生物性垃圾比例太高 未来若要引进NBT技术 在前端民众必须落实 江生 收除鱼分类 其余的垃圾经过NBT设备处理后 剩下约39%的中低热值的废弃物 可以作为燃煤厂调配的辅助燃料 或是作为气垫共生产燃料用来发电 循环再利用台东线海宝局常前往德国考察 了解机械生物处理系统NBT是否能作为台东处理垃圾方式的航航性 突台东线海宝局提供分享